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美元这个币种跟我们海外的离岸账户 它存在的一些关联性 然后呢,这些关联性有可能是给我们账户带来 风险点的因素之一 而且占比呢特别大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简单理解就是 你的海外账户如果说 通过某种形式或者说 你可能对这种形式不太了解的方式 去操作了美元的转账或者是接收 都可能对你的海外离岸账户造成风险 那这个风险可能最后导致你的账户被关闭 也有可能你的账户被临时冻结 要求提供资料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在这个做这个频道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大概接到了上百个付费咨询账户被封的 这个实际付费咨询案例 那我从这些案例里面提取了出来 一些非常值得大家借鉴的一些经验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就是操作了美元的转账或者是接收了美元的转账 你操作其他币容还好 全世界货币里边就美元这个货币是最特殊的 因为它流通性更广 所以洗钱也好 还是干什么灰产也好 都是喜欢用这个美元来接收或者是结算 转来转去几乎都是跟美元相关 所以呢很多人就拿美元去做了一些不好的勾当 去干一些违法的事 所以当不知不觉中你踩了某一条线 然后去中招了 最后就可能导致你的账户被关闭 那这些踩的点是什么 每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我想说的是离不开转账和接收 转账和接收踩坑最多的就是接收第三方人的转账 转账给第三人陌生账户 而且这个账户是几乎从来没有来往过的账户 突然有一笔大额的美金往来 那我想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去可以回忆一下 你是否在开设海外银行账户的时候 都会看到有这样一个提示 就是问你是否是美国居民 对吧 然后呢这个包括那个协议里边 我不知道有没有仔细去看 他有一些是说得很清楚 就是关于美元的一些啊 这个说明啊 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了 可能会知道就是美元这个货币 它是完全啊 受美国这个国家掌控的 哎你别以为你好像你这美元在新加坡 你这个美元在香港 但是抱歉 学生们说一句话 全世界只要使用美元的银行或者国家都跟美国之间有特殊的协议关系存在 就是说你用这个美元你就要进到这个啊调查这笔钱是否啊合规合法 哎 有些人想说了 那我即使不是美元呢 这个银行该调查我也得调查我吧 但是美元不一样 就是美元它会在原有的这个风控点之上再给你加几个 就是它调查的东西就特别多 它的风控点位风控指标 比其他币种要多很多啊 尤其是针对于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是全球成税的 大家都知道啊 任何一个美国人想要在其他海外银行开设银行账户 那几乎是一件很难的事除非他有第三国身份 对不对 所以呢美国这个国家 它对于美国居民啊 在海外开设账户那有严格的管控 同时对美元这个币种跟这些银行之间 也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跨国跨境支付 然后使用美元的这个啊协议啊 每一个银行的协议可能有一点出入 但是核心它是不会变的 就是你要想使用美元啊 接收美元来转账美元 那你必须得遵守我这个规则 在我这个规则之上 你要再建立你自己的其他的规则 也就是说啊 所有的银行使用美元的都要读好几层规则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在新加坡开设的账户也好 在其他国家开设的银行账户也好 只要你使用了美元的转账啊 使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 都会给你带来啊 非常严重的风险啊 那这个风险可能导致你的钱被冻结 甚至可能导致你的账户被关闭 那其实啊 账户被冻结啊 这个问题啊 分好多种对吧 冻结类型都不一样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你账户关了 然后呢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冻结 你压制用不了 然后给你寄一张支票 这种其实是好的啊 就最起码钱能给你 就很多情况下说 这个钱没有办法给你 那你可能操作的这个 接收的这个美元 或者是转账的这个美元 转去的那个账户有问题 或者是你这笔钱 打过来的那个账户有问题 总之呢 就说不定哪块有问题 他就可能把你这账户里边的美金 给你冻住 让你没有办法去使用 所以我总结下来 就是这些被关户的 几乎都是跟美元相关 那么最少最少的大约有10万块钱左右 所以说这个10万块钱左右 大家听着好像没多少 是确实没多少 但是呢 这恰巧就是 哎 你感觉没啥事 那人家那边可能就给你出发封控点了 因为这个封控的因素 这个封控的逻辑 大家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只能说你自己多尝试 然后自己去测试测试测试 最终你可能得出来答案 那这一定是有损失有损耗 并且有这个很艰难的这个解决过程的 对 因为我见过就是太多这种账户被关闭 然后 大家呢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把这个账户里的钱去解冻 到目前为止啊 就是最多没有解冻的 大概是163万美金 就是一直被冻在这个A国家 我就不说哪个国家了啊 就一直被冻在这个国家 就没有办法 就解冻 那个银行给的答复呢 就是要核实大概60个工作日 因为这个属于司法冻结 不是银行冻结 那这个观众啊 他跟我讲的是呢 这个这笔钱就是交易所啊 就是两家交易所打过来的 然后呢 就是也能提供这些资料 但是呢 这个啊 这个提供完资料之后 还是一直处于被冻结的状态 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啊 就是无就是无以之间 你就触碰了这个美国的一些协议了 这跟你啊 开账户的这个国家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联 因为这个如果说 你只触碰了这个国家的规则的情况下 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啊 因为账户在他手里 他想关你就关你了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想要你什么 你提供什么就OK了 但是为什么说 哎 你提供了这些东西 他也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去解决呢 那有可能不是他的原因 有可能是上边啊 就是说白了 就是美国这边啊 他可能啊 跟这个银行之间啊 有某种关联 就不让他给你解这个账户啊 因为你这笔钱就涉及啊 有问题了 如果说这个银行敢私自解你这账户 那这个银行就有可能丧失美元 汇款和接收的这个功能 那你想对一家银行 那是毁灭性的打击 美元是世界货币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啊 包括之前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听说过 就是汇丰的一地关户 全球关户 对不对 但是大多数人 其实开的可能不是汇丰 很多 这个常见的银行账户 也是被封了 那原因是什么 都跟美元相关 我这里强调过一百遍了 你自己转账就行了 你别老整别人的啊 就是你想接收第三方的汇款 平台也好 还是个人也好 你最好是弄几个不重要的账户 对吧 但是这次我要说一下 就这条视频是想告诉你们啊 在转账的过程中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账户 最好就转哪一个国家的币种 最好就接收哪一个国家的币种 你听到这里 这条视频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这句话 哪一个国家的银行账户 转哪一个国家的币种就OK了 但是 有人想说 我新加坡账户 我转港币有没有啥问题 那没有啥问题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和其他的这个大多数地方差不多啊 就是都没有跟某一个国家之间签特别严格的协议 因为它毕竟不是世界通用货币 懂吧 所以美元这个 它是一个霸主的存在 它自然要掌控这些全世界的国家的银行 所以它的这个要求 批事就多一点啊 所以你想接收第三方人的钱转账给第三方 对吧 尽量是转账这个国家的币种 或者是港币之类的 这些的都OK 这些都OK 这些的风控点位相对来说较低 我不知道说到这里 你听没听明白这条视频的精华 就告诉你们 世界的货币虽然是美元 但是你不要觉得转账美元方便 你就一如既往的一直去使用美元这个货币 尤其是总是搞一些大额交易的 对吧 那一定会出现问题 而出现了问题之后 你再去解决问题 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美元它就是这么恶心 它想搞你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 你可能以为是A银行的问题 或者是B银行的问题 其实跟银行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就单纯性的就是美国 就认为你这笔钱就有问题 有人说了 那美国这么牛逼吗 这个把这个系统都直接插到 这个每一个国家的银行里边 他这么牛逼吗 哎不是 就我想说一点啊 就是全世界 但凡使用美元的这些国家 这些银行 他必须签协议 那咱之前刚才说了 对吧 签协议同时 你要如实报告 你接收的每一笔美元 你要报送数据的 你要报送数据 并不是说 他一直监控你这个银行系统 哎 你这来什么币 他都能监控 不是那样 他只监控美元 就是你这个美元 你从谁那来的 你怎么来的 对吧 然后来的理由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可疑 你你这些你都是自动要 就只要跟美元相关的 必须要同步到这个美国 啊 必须要同步到美国 这是所有银行 肯定没有对外说的东西 但我想告诉你们 就是这样的 只是他不能说而已 因为人家有协议在那块 所以我这条视频提醒大家 不要盲目的去使用美元交易 你别觉得它方便 啊 你方便不代表安全 还是那句话 方便不代表安全 对吧 省钱也不代表安全 OK 记住了 哪一个国家的 就哪个国家的货币去转账 就完事了 啊 别搞其他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 拜拜